布朗市在纽约的五大区中 对很多的华人来说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 很多人还没有来过这儿 不过最近几年布朗市的房地产 却受到很多华人的追捧 很多华人在这边投资房产 重于出租 但是布朗市整个社区到底是什么样一种风貌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布朗市之旅 当然我们还是要会会我们的常住嘉宾 Alex Alex你好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很特殊 我们不是着重的来讲布朗市的房产 因为布朗市的房产我们做过好几期了 有些人对房地产有一些了解 但都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价值挖地 很值得投资 但是对整个布朗市区来讲可能了解不多 所以今天你在我的第一站 这到哪里 这个叫佩尔湾公园 佩尔湾公园 是我们纽约市最大的城市公园 哪要比中央公园还要大 对要大比它大三倍 比中央公园还大三倍 大三倍 它大概是11平方公里 整个公园的面积 有山有海 观光海岸线有11一米以上 海的对面就是长岛 所以这个公园本身还有海汤 然后你看这边我还看到这个前面 就是一大片的湖 是是 有湖有海 对 有淡水的 听说这边还可以有一个步行道 就是hiking的人一个专门的步行道 是是 有自行车道 步行道 然后它是另外还有运动场 田径场 篮球场 篮球场就一定是有的 什么都有 这个高尔夫球场就有两个 对有两个高尔夫球场 哇 所以我们知道你比如说中央公园 是曼哈顿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大洋巴 是 围绕中央公园的周边的一个房产 这个价值就非常高 是 那布朗斯有一个三倍大的一个这样一个大公园 对 那所以说这个这边的居住环境来讲的话 那就真的是非常好 我们此刻这个配奥公园就是在我们的 之前一次介绍的东布朗斯地区 那东布朗斯也是我们华人热爱追 这个追捧的一个区 嗯 所以我们华人有眼光 对对对对我考虑到环境各方面 是是是因为它是在东布朗斯 所以说我们华人现在的投资的一个方向 还是东布朗斯这个区域的一个房产 是 那这边当然这个这个大公园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一个地点 一个优势 天然氧发 天然氧发 真的是 对 而且在这个公园里边 哇 你看现在人还那么少 看什么样 是 现在绿树已经都都长出来了 是 这边真的是环境好舒服 是 空气真的好清晰 对 所以就是说布朗斯这个区域 今天我们真的要带大家去一些 大家可能过去不太了解的一些地点 是 其实布朗斯藏了很多的宝贝 也有很多的纽约地义 是 是 Alice我们该在公园里面走了一圈 是 我发现真的是这个公园太美了 是 对而且非常的安静 中央公园的人还比较多 但这边是更安静 而且我看到这边你看 这个建筑多漂亮啊 对 也是在公园里面对不对 这是很有名的 现在是我们纽约市的一个博物馆了 哦 这也是一个博物馆 这个建筑是很有历史的 嗯 它最早的时候 我们可以追溯到 17世纪中叶 它是一个应该当时应该都是 我们在纽约最早发现 开发纽约的时候是荷兰的这些庄园主 对 呃 这个这个庄园呢 这片庄园的名字是叫做 Battle Hill 庄园 嗯 呃 它是两个姓 应该是Battle 应该是Pale 这两个姓 呃 应该是两个家族当时 两个家族先 先建的 也可能是先后 先有了其中一个 然后是另外一个 嗯 应该是先有了Pale 然后Pale家族可能后来卖给了Battle OK 然后我这个是在1888年年的时候 由Battle家族卖给了纽约市 啊 所以成为纽约市的一个公共的财产 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 在公园里面 所以这里面应该是可以进去参观的 对不对 啊 今天不可以 它只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 嗯 才不可以 嗯 嗯 那可以 那应该告诉我们的观众 有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 可以来这边逛逛公园 是 然后同时到这个博物馆来看一下 是 因为我们知道布朗斯很有名的 像布朗斯动物园 对 对不对 布朗斯的植物园 这其实都不是布朗斯 都是纽约市籍的 纽约市的 对这样子一些 对 所以大家其实只是来这两个园 其实还应该到这个公园来看看 是 所以这边完全是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拍照的地点啊 室外桃园 对不对 室外桃园啊 对我们是 你办婚礼的地方啊 办好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网红点 对 应该是会成为一个网红点 对 是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到一些庄园去是跑到长岛的一些庄园去 是 但在布朗斯你看在公园里面就有一个这样一个大的庄园 是 是 艾勒斯你刚才带我去了这个纽约市最大的公园 城市公园 那个地方寓意从中非常的漂亮 佩尔万部里 对 是 你现在又带我来到这么一个感觉很荒凉的一个地方 是 难道也是布朗斯值得来介绍的一个地方吗 这个是布朗斯很著名很著名的地方 如果您在谷歌上搜索 世界上最大的食品物流中心 他们就会这个谷歌就会把你带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Hans Point Hans Point Hans Point 您可以看到这个叫Hans Point 这个纽约市 Terminal农产品的市场 对面有一个Market 对对对 它有一个Market 对 它是整个纽约市 包括康州 包括四德西州 大概一千五百万人口的 每天需要的蔬菜 水果 肉类 海鲜 都来自这里 它整个有三大不快 这是其中之一 这个是专门做蔬菜跟水果的 那这一座 这个超市 这个披方式场里面 有四个建筑物 平行的四个建筑物 每个大概有三分之一英里那么长 非常非常大 然后所有的蔬菜水果 各个集结的全部来自这里 那也就是说整个纽约市的 包括新泽西康州的 这么多人口的新鲜的食材 都是来自这个地方 对对 那大部分来讲 比如说餐馆啊 超市啊 他们这些东西哪里来 实际上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一定是 OK 哇 我知道过去的海鲜的批发市场 是在曼哈顿下城 是对 Fontest 对对对 那所以现在也搬到了这个地方来了 对 2001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市长叫朱利安尼迪 他刚快要卸任的时候 他签了一个文件 把这个Fontest Street的海鲜市场 这个是我们整个东岸最有名的海鲜市场 搬到了这里 那这个海鲜市场是在2015年开建的 然后开到现在已经有17年 对 那所以说这边可以说是整个纽约市五大区 大概800万人口 再加上周边地区人口的一个生命线 对 1500万人都不够 冬光素菜水果我知道他们每年的供应量是150万公吨 公吨 150万公吨 对 那我就动个这个念头就是说 如果我们个人来这边买一些海鲜啊 新鲜的蔬菜啊 是不是折扣也打得很大 有没有人说自己跑到这儿来买的 有 我相信我又卖了很多在当地的客人的房子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所以这一定会遇到一个惊喜 往往是很好地感受了一下超级市场的 不需要市场 就是它是批发市场的气氛 但是在价格上完全是失望而回 它的价格应该远远的高于我们中国超级在做折扣的 客价的时候的价格 远远的 它完全是零售价针对零售用户 你要想客人在这里买到零售 那这个批发价是不可能的 OK 所以它这个就是体系保护得很好 就批发市场的这个价格的体系是保护得很好 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布朗斯有这么很异国风情的这样一个街道 这完全像一个旅游区一样 这就是旅游区 这个地方叫小意大利 小意大利 小意大利不是在曼哈顿和唐人街挨的那个才叫小意大利吗 应该讲这个是大一号的小意大利 哦 整体格是我们的曼哈顿和唐人街的小意大利也是规模很大的 那今天来讲如果意大利区 我相信这个这里的整体的面积应该我们这里 曼哈顿的小意大利区应该要大 要大 对真的是 历史很久的这种好人来管 而且很多市场就是你可以买到就是正宗的来自欧洲的食品 然后还有一些游客厂的食品 OK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讲的纽约的小意大利区 对 所以这边你看街道上面餐馆超市欧洲的食品 意大利的食品 对 真的是大开眼界 是 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 在很多城市 我们的中国厂 阿然街游客厂就是小意大利 不知道你们对芝加哥去费城 我们的中国城的意大利区非常的近 对 很像是中国城和小意大利区都挨在一块 挨在一块 好几个地方 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曼哈顿台人街 对 可以讲是紧紧相连 而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对 但是我知道曼哈顿的那个小意大利区 是不断的被我们中国城所传 对 他现在那个街道剩得很短 但是这边你看 对 这规模就很大 规模很大 所以就是很多人如果到纽约来 希望找到意大利的美食 实际上是到布朗诗这个地方来 是 你可以找到贝克工的餐馆 和意大利的餐馆 对对对 所以等会儿我们一定要试一下 意大利的披萨 一定要 好不好 好的 那里您知道这是在做什么呢 因为他做雪茄烟 做手工的雪茄烟 是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场 这就能够去 哇 哇 哇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意大利的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特点吗 是不是意大利我们看很多的电影他们就爱抽雪茄 对爱抽雪茄 还有他们我还记得他们有很好的这种在裁缝鞋匠 很多意大利的服装都是手工制造的 鞋内手工制造的 我看到外面有这个专门做燕尾服的 是是是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展示整个意大人 意大利人平时的一种生活状态就呈现出来 是是 你曾经在这边吃过披萨吗 我在别的地方吃过 这家我没有来 这家没来 小意大利区你是有来过 我有来过 对 但是没有来过去 但是今天这家来讲的话是第一次 是这家是第一次 这家刚好在这个市场里面 对对对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口味 是是 好的 因为平时来说的话我不怎么吃披萨 是 但是偶尔吃一次还确实觉得蛮好吃的 对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个起司的 用起司来煮的东西 所以我也比较好吃披萨 好 那我们今天来试一下 嗯 这个起司真的是很嫩 很好 我觉得不错 不错 这是我们华人最爱买的三大区 这三大区也都是意大利区 OK 对 为什么是华人喜欢买这些区域的房子 各自语言 那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它首先它的环境 嗯 你可以看到这个街道啊 对 房子啊 这边的房子 以专房为主 嗯 这个是在另外一项 Morris Park 和Column Bay Park 是不大一样的 那边各种房子都有 那这边呢 很整齐的专房 对 一般都是1940年到1975年 也是一件的 嗯 典型的红装房 是华人最喜欢的 对 华人喜欢专房 专房 对 感觉是比较结实 是比较有安全感 比较有安全感 对 而且这个社区本身来讲就是很美 绿树 这个鲜花 对 整个是环境很美的一个区域 是 那我知道华人在啊 布朗市买房子 很多的事 还是一种投资的用途 是 那这个社区买房子来讲的话 对投资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 这边的房子是一到三家庭的屋 那当然你买多家庭的 是一个比较很好的活动 特别要提到的是 这边区的对面 嗯 就是我们的医院区 医院区的 像艾斯坦医学院 像哈比哈斯坦都在这里 嗯 还有大大小还有几十家的 专科医院 除了这两个大医院以外 嗯 所以说你买在这里 租客资料会有很好的房子 所以说这是一个投资好的方向 啊 就是说你在买一个投资房的时候 你已经想到了未来的租客 是 会是乃是人群 对不对 周围的是什么样的人 会在这个地方租房 这个地点就会给你提供一个 收入可靠 信用良好的这样一个租客的一个基础 对 因为很多人是医院里面的 是 员工在里面 是不是 嗯 ok 所以这个是华人喜欢在这边购买房产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不对 如果存投资 好的租客 自己住一套 其他的两套拿去租租 其实是自住这边的环境也是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对 那现在最近几年来讲 这边的房地产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它的价格啊 啊 当然 我觉得去年 过去从这几年以来 房子房价一直在涨 我相信去三年以来 房子是整个纽约大学当中 这个房价涨是最好的 嗯 对 我记得我们在疫情期间还做了一期的节目 是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布朗斯的房价是逆市上涨 对不对 是 像曼哈顿很多地方这个房产的交易停滞不前 但是布朗斯这边来讲 继续 因为它又有一种郊外的这种 对对 这种居住环境 现在人更追求一种很美的风险 那可能布朗斯又能够 因为纽约又城市比较近 但他又能够提供更好的个人 对对对对 我们继续在这个社区走一走看看 好的对 我自己也要感受一下 哇这个社区 你走到这儿 你不感觉到是你想象中的布朗斯 对对对 这个房子好特别啊 这个是我们很有名的 你看 我们布朗斯的人 我们当地人称它为圣诞屋 圣诞屋 对这个整个布置就像圣诞节的这个装饰 它不是一个对外开放 它是一个个人的 是一个私人住宅 是一个私人住宅 你不能进去 但是呢 这个屋主在美的圣诞节 会把所有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插座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它所有的这个这个玩偶都会动起来 都会转起来 音乐会响起来 所以说人一到这里 到了圣诞节那几天 这里会堆满了人 水泄不通 大家都来围观 都来看这个 今天我们看的只是一部分 那屋主有 屋主到圣诞节那些 会把这里放满了玩偶 而且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我记得很多屋主 我认识一个当地的朋友 当然其实 他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搬到这儿了 七八岁的时候房子就是这样 这么多的下来 就这么多下来 对对 这个也是需要保养维护的 当然当然 当然当然是 其实布朗市还有很多吸引人 也不为人知的亮点 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室内动物园 布朗市动物园 有超过一百多万种花卉植物的 纽约植物园 著名大学 富特汉姆的主校区 以及纽约特殊高中 布朗市科技高中 都在东布朗市 这里的确需要我们来慢慢了解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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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